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其名 所以便全部给他教成 这个教法叫做道果 道果顾名思义既是道已果二者 道果是两个字 道有道的解释 果有果的解释 所谓的道是指 由一个粗略的凡夫位 以因地取修 历经到位 而祭生登奏圆满四身果位时 其过程中所惜修习的法门 经验 接受等方法的教授 他解释这个道字 就是从凡夫到成佛 就简单一点 凡夫到成佛 所以我们讲大手印 什么叫大手印 并不是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上师 他说大手印 他每次讲说你比一个大手印 他就比一个 这个就是他讲说是起伏印 起伏印 就是这个就是大手印 不要骂人 这个就是供养印 他自己称为是起伏印 那你是自己创的嘛 起伏 当然供养 那以后你会有福分 那也算是起伏 他称为起伏印 我们就称为供养印 其实供养印都是一样的 他也称这个叫做大手印 每一次人家说你比一个大手印 他就比这个手印 到哪里都看到他比这个手印 那时候我真的很想骂他 所以我就讲一个一 以后就没有 这个不是大手印 大手印是什么 是你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 就叫大手印 师尊每一次在这个比这个手印 比这个手印 你以为这个就是大手印吗 不是 不要那么傻 被骗了 我弄个大手印给你们看 怎么看 你以为哪个手印叫做大手印 大手印只是一个名称 就是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 就叫大手印 大严满也是一样 什么叫大严满 从凡夫到严满四身 直接从凡夫到的法身佛 化为宏光 这个就是大严满 大手印 大手印就凡夫到成佛 不管你怎么成佛 你是大严满的方式成佛 还是认证你的原来本出光成佛 或者你认证了菩萨 进入菩萨的心成佛 中阴成佛 你认证了金刚神 由金刚神那里转到佛界 然后去成佛 这个就叫大手印 道国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修道的 修这样子的过程 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 就叫大手印 不要给人家骗了 随便写一个大手印 说我弄一个大手印给你看 那是骗人的 已经讲了好多次的大手印了 不是我 你看我的大手印 哪里 我手很小 哪里有大